欢迎锁定中视新闻全球报道 我是林佩杰 来关心中台宣兰诺是步步的进逼 桃竹地区目前是已经陆续传出了灾情 新竹尖石乡游罗西的溪水暴涨 这也导致纳罗部落的道路淹水又大停电 部分新竹山区道路崩塌 树木倒地 甚至有电线掉落着火 另外在桃园大雨是下个不停 华林里被列为了崩塌红色警戒区 从晚上的六点钟开始是禁止任何民众进入 滚拙的溪水湍急暴涨 滚滚洪流不断向前腿急奔腾 就像一条土灰色的巨龙 吞噬原本宁静的河岸 场面惊人 这里是新竹县尖石的游罗西 受到中台宣南罗影响溪水暴涨 另外新竹山区也不平静 尖石纳罗部落不但淹水而且停电 刚刚还有车子在这边抛嘛 水深半个轮胎 纳罗部落大停电超商生意也停摆 是纳罗部落 尖石纳罗部落 后山整个大停电了 台电紧急到场享修 另外尖石碧林一带也有道路坍塌 土石泥块掉落陆中央 尖石熟120线28K左右 路面也满是泥黄色积水 风雨中瓦土机开上马路 要铲除倒在陆中央的大树 希望能尽快排除障碍 这是新竹县五丰箱12线39K 土石树木大面积崩落 已经紧急清理完毕 新竹县六十线17.5K处 还发生电线掉落着火意外 浓烟冲天 严重影响交通 镜头再转到桃园 暴雨之下 车辆致爱难行 马路上的山坡从小水流变成大腹部 这是桃园复兴乡华林里 台风接近后 光华联络到附近 列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区 晚上六点开始进行封闭管制 禁止任何里民进入 以免发生意外 稍早桃园哈佛部落中的霞云溪 溪水也暴涨 水流十分湍急 为了避免危险 目前周遭露营区 瞎云吊桥已经暂时封闭 记者和孟谦 刘志长文一轩综合报道 台风为苗栗带来了风雨 后龙难事 从今天凌晨就开始不断降下了大雨 累积雨量是已经达到了 177毫米居全台之冠 那么持续降雨呢 除了造成了市区地下道淹水 也传出了不少灾情 苗21线3.5公里处山壁摊坊 大小落石 泥流是阻断了交通 三辆缆车还有十多辆轿车 是一度受困 公所紧急派机具来抢通 但是才修复一个多小时 又因为豪雨再次崩塌 公共泥流夹杂着大小石块 伴随着大雨从山壁上不断往下滑 第一线3.5公里处 双向道路都被崩塌的落石给淹没 交通中断 挖堵机先是冒雨抢通 让受困的三台游览车 跟十多辆轿车通过 抢通才一个多小时 又因为持续的降雨 这次崩塌中断 台风轩然诺卫苗栗带来 风沛雨量 从9月3号的凌晨统计 后龙南市累积雨量 来到177毫米 是全台第一 豪方角也刮起五级阵风 风车高速旋转 苗栗市区的地下道 也严重淹水 一辆辆汽车涉水而过 但还是有人抛锚 远景到场协助推车 并禁止通行 苗栗强风暴雨 多处的树木倒塌 压毁高压岛线 130线道路数被大风吹断 只能断电处理 大安公馆太阳诗坦 从早上的10点11分开始 共有一千多户停电 直到下午的2点46分 停了四个多小时才全属赴电 解中部综合报道 中台宣兰诺是持续的逼近 基隆的朝进公园岸边 不时就掀起了五层楼高的巨浪 另外在宜兰太平村 大树是不敌风雨的威力而倒塌 压坏两栋民宅的屋顶 而在宜兰南澳以及新北瑞芳海滨里 也实施预防性来撤离民众 台风的威力是不可小觑 猛烈长浪重重打在岸边 基隆朝进公园掀起了近五层楼高的浪花 人行道全都被管湿了 另外在基隆大五轮沙滩 猛烈强风激起白色浪花 阵阵巨浪毫不客气狠狠打在小波块上 画面转到宜兰太平村 受到轩兰诺大雨影像 大树根部腐化直接折断 押到了两栋民宅屋顶 直接破了个大洞 住在屋中的九十岁阿嬷 差点下破蛋 大树不但押坏民宅 还盪住连外通道 村长一边派人紧急处理 一边提醒村民要小心 太平山也封闭禁止进入 壮围的民众担心屋顶在被台风先飞也赶快去板砂包房台 另外在南澳村长也集结人员协助金阳 闭后陶武村做预防性撤离 行北瑞芳海滨力快乐山庄也实施预防性撤离 总共有五十二户九十七人撤离到瑞滨市民活动中心 中台宣兰诺还没来外围环流带来的风雨不可轻忽 各地灾情频传民众尽量避免外出才能减少以外发生 记者基隆一栏综合报道 玄兰诺影响了北台湾 阳明山一整个上午风势都是相当的强劲 但还是有游客不为风雨就是要来爬山 而新北市淡水这次受到了台风影响 昨天晚上跟今天总共发生了两起路数倒塌的意外 其中有大树更是横跨了双向的道路 甚至是压到一辆轿车 导致车顶出现了一个大凹洞 车主欲哭五雷 超大树木直接横倒在双向道路 不只路边银色轿车顶被压到凹陷 就连汽车骑士想通过都得左拐右拐超小心 轩然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 光新北市淡水 二号晚间最大阵风七级 和三号早上的无机阵风 就接连发生两起树倒事件 刚刚压垮它的这个树枝呢 现在被锯断已经被移到旁边来了 其实这个树木这个速度真的是还蛮大的 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幸好当时车主不再没人受伤 交通状况也在一小时内就排除 三号上午新北市平均风力五到六级 阵风八到九级 镜头转到阳明山 台风威力也不容小觑 长阵风整片刮草低头数弯腰 连记者都差点站不住 冷水坑晴天缸等景点 更是放眼望去一片雾茫茫 看不清前方 可以看到其实呢 这山上呢已经开始起浓雾了 那风呢也是一阵一阵风 非常的大 根据气象局资料 三号阳山最大阵风达八级 安部观测站更达到实际阵风 台北市安部累积雨量 也达到260.5毫米 这样的天气 还有游客不为风雨 坚持要上山 气象局预估 宣篮诺台风3号晚间到4号清晨 风雨最长 尽管刚好遇上周末 但又没有机会放到台风架 柯文哲话讲很白 不敢说百分之百 不过因为疫情 最接近台湾是在今天晚上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放假 明天也不要想放假 眼看宣篮诺台风逼近 恐怕将带来狂风暴雨 就判柯P这决定 能让周末要工作的百姓 上班路途中别胆战心惊 记者全时链 杨旗号杨宗彦李逸玄 台北新北报道 宣篮诺来势松松 在屏东沿海也出现了大浪 东流线是临时宣布船班停驶 这也导致小流球大批游客 涌入码头要抢搭末班船 回到本岛 结果风墙浪大 根本像是在搭海盗船一样 另外在屏东加冷水 也出现了三米高的大浪 因为台风来袭 沙滩是全部封闭 游客直接转站到后壁湖 去吃海鲜 才中午11点就已经客满了 台风天大东流线 交通船变海盗船 游客搭船随浪刀起伏超级晃 看看船舱玻璃 海浪直接拍打 真的有够刺激 很晃 很多游客都是赶 早上这两班回程 原本明天还有行程 就是被迫取消 海风影响船班 东流线三号全天停驶 小琉球码头人潮爆满 游客提着行李仿佛要逃难 抢搭末班船回本岛 榴球还很多人没回来 船长回报说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仅多再开一班 考量海向东流线船班停驶 另外出现海上大浪的 还有屏东加热水达到三米高 沙滩插上红旗警戒 下不了水完 游客在旁边观浪 风没有那么大的话 还可以再来采采沙滩 跟管处关闭沙滩 让游客没得完 干脆提早吃饭 才十一点后壁湖餐厅 渐渐客满 一个小时有 很值得 我们要整 因为第一天来的时候 就是太多人 餐厅人多到游客 得站在门口等 另外一边雨视场 一个座位都没有 都是因为台风天 不能下水玩 早上就很早就过来 要排队了啊 因为没办法玩水 所以提早也吃饭 海巡队员广播 要冲浪客通通上岸 墾丁密近小巴厘岛 没插红旗 游客见无风无雨 下去踩水 轩然若台风来袭 打乱行程 计划赶不上变化 让游客玩的 有点扫兴 记得猜双集王书宏 频道报道 而在中部地区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中南屯的金科路上 金船道路淹水了 水深小腿度 车量是纷纷闪避 另外台中海线 无期一带也下起了 间歇性的大雨 民众全部都躲到了 商场购物中心 人潮涌现 反观彰化 陆港闹区 人潮是稀稀落落 比起一般的假日 少了六成以上 而网工渔港 小吃店业者也是苦哈哈 直呼游客是 锐减了超过五成 本来以为雨火节 能够顺势来带动人潮 没想到台风突袭 游客是不增反减 工人穿着雨鞋涉水 水深小腿度 整条道路严重积水 如同一条小河 车辆纷纷闪避 就怕刨锚 突如其来的大雨 台中是南屯的锦壳路上 金船道路淹水 原来是排水孔 阻塞两货 狂风一阵接着一阵 塑胶筒对吹飞 台中无期渔港 这一带下起间歇性雨势 武器阵风达到八级 周末假日遇上台风轿局 民众全躲到商场 用餐时间凹累人潮涌现 民众到室内逛逛 也能顺势躲雨 只到不会台方摩天轮这部分 所以就可能会等下一期 电源熟练制作鹅阿针 不同于过往假日 受台风影响 彰化路港人潮少了 超过六成 至于王公渔港 同样没游客 本以为雨火节能带动人潮 但台风来袭 游客不增繁茧 台风的关系 大家都有在注意 所以多少也是差 海边刮气 震震强风 不见游客踪影 也让店家直呼 生意苦哈哈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到台南知名的阿唐咸州 又涨价了 从一碗两百元涨到了 现在是一碗两百六十元 整整涨了三成 被网友狂酸 恐怕明年就会涨到三百元了 而比比登首度插旗台南 推荐了许多当地小吃 像是小卷米粉 老店挖柜等等 而明明刮风下雨的游客 依旧是大排长龙 贸雨排队就是要来尝鲜 香喷喷的咸州 加入鱼松淋上汤汁 放上整块石木鱼肚 客人一口接一口 台南知名阿唐咸州 去年十二月涨到两百元 引发轩然大波 没想到事隔九个月 一次再涨六十元 一碗两百六 直接大涨三成 有贵一点点 还是会来 可是就不会点那么贵的 有感上涨 一碗两百六十元的咸州 特色是一大块石木鱼肚 有网友傻眼po文 如果阿唐咸州 发现又涨价 雨度咸州两百涨到两百六 一次涨六十还以为看错 网友也大酸 明年大概会涨到三百 七星台南米其林雾嘴 份量比别人多二十趴 价格就比别人多两百趴 因为现在 赤木鱼的量实际上是很少 那个价格就涨 而且我们涨价 每一次涨价 都是再把量再加进去 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查骑台南 两百六的咸州没入选 反倒是这一碗 咸州上放上大块 虱目鱼肉 还有鹅啊 整碗香喷喷端上桌 店内满满都是人 大永街这间无名咸州 入选必比登美食 一碗只卖六十元 来是觉得还蛮新鲜的 它价格方面 价格很美 必比登效应公布 第一个周末就出现 除了咸州 叶家小卷米粉 鲜甜高汤 加上Q彈小卷 一早就大排长龙 还有限征古早味碗粿 加上酱料超入味 台南美食远近驰名 先中一碗两百六 有没有必比登加持 都让不少客人 甘心掏钱 记者赖关张 罗彩瑶 台南报道 陈世忠推北市公厕 全面换装 免制马桶的证件 不过呢 宣传影片当中 这一幕陈世忠 在厕所偷窥的画面 被网友骂爆了 挨轰把性骚扰 当作创意 而北市全面换装 免制马桶 估计就想要花上 四千三百二十万 这还不包括 维修水费 还有电费等等 何文哲炮轰 执政需要经验 不要提大撒币的政策 上完厕所 没卫生纸 正苦恼怎么办 突然一个免制马桶 坐垫从天而降 更惊见 陈世忠从隔间探出头来 让人头皮发麻 想推北市公厕 全面换装 免制马桶的证件 找来争议网红 拍宣传片 但挨轰是厕所偷窥片 把性骚扰当创意 团队紧急下架修改 不过连最基本的经费 要花多少钱 都打不出来 这都是市府的预算规模 能够负担的范围 若北市公厕 要全面换装免制马桶 以国产的一座六千元 估计需要七千两百个马桶 粗估经费 这要四千三百二十万 这还不包括后续维修 以及电费水费等等 柯文哲一听 这证件直言就是在大撒逼 对手黄珊珊也批评 证件不切实际 近来陈时中想抢年轻选票 跑趴和网红拍影片 看在柯文哲眼里 忍不住狂酸 推政界哀哄不切实际 宣传片又充满争议 民众在意的恐怕是疫苗黑箱 陈日中能不能交代得清 接下来我们就聆配节 先去条组台北采访报道 受到轩蓝诺台风 外围环流的影响 中部山区出现了特殊美景 台中福寿山农场 是捕捉到了绝美的火烧云 在夕阳的照射之下 整片天空仿佛是披上了 橘红色的外衣 超现实美景美不伸收 另外在南投信义 亲近农场 因为这丰沛的水汽 造成低云一入 也形成美丽云海 夕阳山下整片天空 小话不一样被渲染成橘红 仿佛披了一层暖色系的外衣 红彤彤的赤霞 在山巒间飘散巨笼 橘红色的夕阳层次分明 迂晖照耀山棱线 美得不真实 像一幅浓郁油画 早起来了 来看后面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中的福寿山农场 捕捉到火烧云 归斧神工如湿如画的美景 让人在叹 烟雾飘渺 不只福寿山 南投信义也出现 云海美景 云层涌动奔腾 想掀起一波波海中巨浪 中南部的山区 一些北风 以及一些水汽 造成这个低云 已经进到山区里面 那在比较高的高山地方 就可以看到低海拔的云海 而近近农场的云海 则是如同厚厚一层松软棉花糖 一旁在山边 台风过境 强风好雨之际 也在山区 形成不少特殊美景 这续文在景城中部采访报道 高雄举办大岗山 龙眼蜂蜜文化节 市长陈其迈 也现身力挺蜂蜂 而现场不但有小农摊贩 还有疯人秀表演 场面是相当热闹 高雄市长陈其迈 手捧青冰 再淋上金黄龙眼蜜 满脸笑容 还有小朋友扮成 可爱小蜜蜂登台表演 气氛非常热闹 这里是高雄大岗山 举办的龙眼蜂蜜文化节 现场不仅有市长 还有各界贵宾 起居一堂 共同揭开活动序幕 还颁发奖牌 给辛苦的蜂蜂 不过陈其迈强调 获奖的小农 都是经过严格筛选 蜂蜜文化节跟我们农业局 以及农委会合作 非常高的 严格的品质的保证 全部都是严选符合 最严格的标准 才可以通过考验 然后来进行评比 迈入第二十二年的 蜂蜂蜜文化节 也不仅有琳琅满目的 小农贪商 更有疯人秀表演 亲自闯关 提供农民更多曝光机会 龙眼蜂蜜文化节 9月3号 9月4号两天 在高雄大冈山举行 让民众吃的甜蜜 玩的尽兴 更支持台湾在地小农 记者SNG小组综合报道 歌唱综艺节目 我爱彬彬秀 举行了金曲 Only You的欢唱交流赛 邀请到了金曲歌王 Only You来参与 让观众大饱耳福 台语金曲歌王 Only You登台交流 多位歌手拿出 欧氏歌曲致敬 吴俊宏先来一首同名歌曲 Only You Only You 你的口爱も You 杜忻恬动感唱跳 以你几声 以你几声 我能呼吸你叫我 我爱表情 人情 听你走遍的心情 Only You也献唱一曲 还是难得一见的国语经典 你最珍贵 杨秀惠想合唱 却被打枪 未来的日子有你最美 莫才会真一点 小姐 这条歌 声音不达 这条歌我如果跟你合唱歌名要改 改成 又你最花贵 最后全员大合唱 带来翁立友的 我最烈烈 我最你这一口舍 die苷 FM 你的 тебе包都我来带 西吴电 ant全温暖 有身 加油 实力派上架门大秀歌喉 和翁立友同台标歌 精彩内容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吴亦轩综合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